这个元件里面有哪一些 那实际上 你们要学习的 最好就是可以把 这里面的所有的元件 你通通都可以熟悉的话 那会是最好的 不过说真的 这里面 有这么多的元件 当然不可能你每一个 你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至少你要学会 他的使用方式都是固定的 而且是类似的 所以你要学的是使用方法 而不是需要去 硬备他 但是基本上这上面 显示的其实都是可以被使用 但不见得每一个都是 会经常被使用到 那这边的话想简单跟各位做说明 其他的话编辑的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网页 那一般的话 我们的首页 我刚提过说首页的名称呢 你可以是叫做default.aspx 或者是有的 早期我们习惯另外一个名称叫index.aspx 两个名称其实都是首页 他也会去 执行 那不过呢如果两个都存在的话 那他顺序 也许会先从default.aspx开始 那我们怎么样 建立一个新的网页 那网页里面的那个结构又是如何 那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 asp 单内是从3.5之后 他有个很 很 很棒的设计说呢 早期的那个网页 像这个是一个网页 那网页跟程式 其实早期是混在一起的 也就是你在 写程式的时候呢又要顾虑到那个 那个htm那个画面的语法 没有办法专心 所以呢 新版的从 我记得是从asp 单内的3.0之后呢 他就把 网页 跟程式码分开来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建立一个新网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这个 旁边有个加号的 展开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画面 所以你打开来一定是画面 里面呢会有个叫asp 单内的后面 副档名多一个什么 点cs 点cs打开来你会发现 其实他就是程式码 也是程式码跟画面是分开来的 这也是符合所谓的那个mvc的架构 就是说你的画面 跟你的程式码是分开来的 分开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执行的部分 你可以使用执行 就是上方会有个这个执行 或者是按下什么 Ctrl加F 的按钮 把它按下去之后呢 他也可以 把它执行起来 比如说我今天要执行这个网页 Ctrl加F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们怎么样呢 把这个 这个程式部分做 Compile 然后呢 并且帮我们开启什么 开启这个 这个这个网页 就秀出来 那各位 也顺便了解一下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的什么呢 虚拟的一个网站 然后后面有个po号 帽号后面有什么 1185 也就是他透过这个po 去执行那个虚拟的伺服器 把这个网页给 载入进来 OK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这个网页 OK 那 把它关闭之后呢 如果你是用IE的话 他就会直接呢 把这个程式 把它关闭 那我印象中我之前有改过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呢 浏览方式 在档案里面有个浏览方式 那基本上是预设是IE的版本 不过有时我有的时候会习惯用那个chrome 你也可以把什么chrome 设为预设 按 记得 这个地方 OK 把它预设之后取消掉 那我再按Ctrl加F5 你会发现呢 打开来之后呢 就是用chrome 来 开启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我如果 chrome这个部分把它关闭的时候呢 他好像 之前是不会结束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现在好像这个版本就OK了 就是你关掉浏览器的时候 他好像还在执行状态 你会把他执行状态 你还在执行状态